骆驼翔子第五章 刘老头子的确没替翔子宣传 可是骆驼的故事很快地由海淀传进城里来 以前 大家虽找不出翔子的毛病 但是以他那骨子干绝的劲儿 他们多少以为他不大合群 别扭 自从骆驼翔子传开了以后 翔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干 不大和气 大家对他却有点另眼看待了 有人说他识了个金表 有人说他白弄了三百块大洋 那自信之道的最详缺的才点着头说 他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 说法虽然不同 结论是一样的 翔子发了邪财 对于发邪财的人 不管这家伙是怎样的不得哥儿们 大家照例是要敬重的 卖力起挣钱既是那么不容易 人人盼望发点邪财 邪财既是那么千载难遇 所以有些采气的必定是与众不同 福大命大 因此 翔子的沉默语不合群 一变变成了贵人语池 他应当这样 而他们理该赶着他去拉拢 得了 翔子 说说 说说你怎么发的财 这样的话 翔子天天听到 他一声不响 直到逼急了 他的那块疤有点发红了 才说 发财 妈的我的车哪儿去了 是啊 这是真的 他的车哪里去了 大家开始思索 但是替别人忧虑 总不如替人家喜欢 大家于是忘记了翔子的车 而去想着他的好运气 过了些日子 大伙看翔子 仍然拉车 并没改了行当 或买了房子置了地 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 而提到骆驼翔子的时候 也不再追问 为什么他偏偏是骆驼 仿佛 他根本就应当叫做这个事的 翔子自己 可并没轻描淡写地 随便忘了这件事 他恨不得 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 越着急便越想着原来那辆 一天到晚 他任劳任怨地去干 可是干着干着 他便想起那回事 一想起来 他心中就觉得发毒 不由地想到 要强又怎样呢 这个世界并不因为 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 凭着什么 把他的车白白抢去呢 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 胭脂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 他觉得过去的是像个噩梦 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 有时候 他看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 几乎感到一点羡慕 腰强即使没用 何不乐了眼前呢 他们是对的 他 即使先不跑土窑子 也该喝两种酒 自在自在 烟 酒 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 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 而必定足以安慰他 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 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 可是 他还是不敢驱动他们 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 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 即使今天买上 明天就失了 他也得去买 这是他的志愿 希望 甚至是宗教 不拉着自己的车 他简直像是白火 他想不到做官 发财 致买产业 他的能力只能拉车 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 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 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 计算他的钱 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 他便忘了自己 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 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 无论是多么好的车 只要是另来的 他拉着总不起劲 好像背着块石头 那么不自然 就是另来的车 他也不偷懒 永远给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永远不去胡碰乱撞 可是这只是一些小心谨慎 不是一种快乐 是的 收拾自己的车 就如同数着自己的钱 才是真快乐 他还是得不吃烟不喝酒 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 在茶馆里 像他那么体面的车夫 在飞跑过一气以后 讲究喝十个子一包的茶叶 加上两包白糖 为是补气三火 当他跑得顺耳唇往下滴汗 胸口觉得有点发辣 他真想也这么办 这绝对不是习气 做派 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 只是想到了 他还是喝那一个子一包的碎末 有时候他真想责骂自己 为什么这样自苦 可是 一个车夫而想月间剩下俩钱 不这么办怎成呢 他狠了心 买上车再说 买上车再说 有了车就足以底的一切 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 对挣钱翔子更不放松一步 没有包月 他就拉整天 出车早 回来的晚 他非拉过一定的前数不收车 不管时间 不管两腿 有时他硬连下去 拉一天一夜 从前 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 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 以他的身体 以他的车 去和他们争作 还能有他们的份 现在 他不大管这个了 他只看见钱 多一个是一个 不管买卖的苦甜 不管是河水抢生意 他只管拉上买卖 不管别的 像一只恶风的野兽 拉上就跑 他心中舒服一些 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 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 一来二去的 骆驼翔子的名誉 远不及单是翔子的时候了 有许多次 他抢上买卖就跑 背后跟着一片骂声 他不回口 低着头飞跑 心里说 我要不是为买车 绝不能这么不要脸 他好像是用这句话 求大家的原谅 可是不肯对大家这么直说 在车口上 或茶馆里 他看大家瞪他 本想对大家解释一下 即至看到大家是那么冷淡 又搭上他 平日不和他们一块喝酒 赌钱 下棋 或聊天 他的话只能捐在肚子里 无从往外说 难堪渐渐变为休脑 他的火也上来了 他们瞪他 他也瞪他们 想起炸油山上逃回来的时候 大家对他是怎样的敬重 现在会这样的被人轻看 他更觉得难过了 独自抱着胡茶 假若是赶上在茶馆里 或独自数着刚正道的童子 是若是在车口上 他用尽力量把怒气拿下去 他不想打架 虽然不怕打架 大家呢 本不怕打架 可是和翔子动手 是该当想想的事 他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大家打一个 又是不大光明的 勉强压住气 他想不出别的方法 只有忍耐一时 等到买上车就好办了 有了自己的车 每天先不用为车租着急 他自然可以大大方方的 不再因抢生意而得罪人 这样想好 他看大家一眼 仿佛是说 咱们走着瞧吧 论他个人 他不该这样拼命 逃回城里之后 他并没等病好 利落了就把车拉起来 虽然一点不服软 可是他时常绝出疲乏 疲乏 他可不敢休息 他总以为 多跑出几身汗来 就会减去酸懒的 对于饮食 他不敢确着嘴 可也不敢多吃些好的 他看出来 自己是瘦了好多 但是身量还是那么高大 筋骨还那么硬棒 他放心 他老以为 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 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 似乎有没想到身量大 瘦累多 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 虎姑娘已经嘱咐他几回了 你这家伙要是这么干 吐了血 可是你自己的事 他很明白这是好话 可是因为是不顺心 身体又欠保养 他有点肝活胜 稍微棱棱着点眼 不这么笨 几儿能买上车呢 要是别人这么一棱棱眼镜 虎妞至少得骂半天界 对翔子 他真是一百一的客气 爱护 他只撇了撇嘴 买车也得又停着来 当时你是铁做的拿 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 看翔子听不进去这个 好吧 你有你的老主意 死了可别怨我 刘四爷也有点看不上翔子 翔子的拼命 早出晚归 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车的 虽然说租整天的车 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爱什么时候出车 收车都可以 若是人人都像翔子 这样死肯 一辆车至少也得早坏半年 多么结实的东西 也架不住定着坎时 再说呢 翔子只顾死奔 就不大云地出功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 又是一项损失 老头心中有点不痛快 他可是没说什么 拉整天不限定时间 是一般的规矩 帮忙收拾车辆式交情 并不是义武 凭他的人物自好 他不能自讨无趣地 对翔子有什么表示 他只能从眼角唇边 显出点不满的神气 而把嘴闭得紧紧的 有时候他颇想把翔子撵出去 看看女儿 他不敢这么办 他一点没有把翔子 当作候补女婿的意思 不过 女儿既是喜爱这个冷小子 他就不便于多事 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 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 他不能再把他这个朋友赶了走 说真的 虎妞是这么有用 他实在不愿她出嫁 这点私心 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她的 因此 他多少有点怕她 老头子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 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儿来 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 想出点道理来 只要她怕个人 就是她并非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人的证明 有了这个事实 或者她不至于到快死的时候遭了恶报 好 她自己承认了应当怕女儿 也就不肯赶出翔子去 这自然不是说 她可以随便由着女儿胡闹 以至于嫁给翔子 不是 她看出来女儿未必没那个意思 可是翔子并没敢往上巴结 那么 她留点神就是了 犯不上仙招女儿不痛快 翔子并没注意老头子的神气 她顾不得留神这些仙牌 假若她有愿意离开人和场的心意 那绝不是为赌嫌弃 而是盼望着拉上包月 她已有点讨厌拉散座了 一来是因为强买卖 而被人家看不起 二来是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 今天多 明天少 不能预定到几时才把钱凑足 够上买车的数 她愿意心中有个准头 哪怕是剩得少 只要靠准每月能剩下个死数 她才觉得有希望 才能放心 她是愿意一个 萝卜一个坑的人 她拉上了包月 哼 和拉散座儿一样的不顺心 这回是在杨宅 杨先生是上海人 杨太太是天津人 杨二太太是苏州人 一位先生 两位太太 南腔北调地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 头一天上工 翔子就差点发了婚 一清早 大太太坐车上市去买菜 回来 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 有上初中的 有上小学的 有上幼稚园的 学校不同 年纪不同 长相不同 可是都一样的讨厌 特别是坐在车上 致老实的 也比猴子多着两手 把孩子们都送走 杨先生上衙门 送到衙门 赶紧回来 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 回来 接学生回家吃午饭 吃完 再送走 送学生回来 翔子以为可以吃饭了 大太太扯着天津枪 叫他去挑水 洋宅 洋宅的甜水有人送 洗衣上的苦水归车夫去挑 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 翔子为对付事情 没敢争论 一生没想地给挑满了钢 放下水桶 刚要去端饭碗 二太太叫他去给买东西 大太太和二太太一向是不合的 可是在家政上 二位的政见到一致 其中的一项 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 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 翔子不晓得这个 只当是头一天恰巧赶上宅里这么忙 于是又没说什么 而自己掏腰包 买了几个烧饼 他爱钱如命 可是为维持事情 不得不狠了心 买东西回来 大太太叫他打扫院子 洋宅的先生 太太 二太太 当出门的时候 都打扮得极漂亮 可是屋里院里整个的像个大垃圾堆 翔子看着院子直犯恶心 所以只顾了去打扫 而忘了车夫并不监管打扫 院子打扫清爽 二太太叫他顺手 也给屋中扫一扫 翔子也没驳回 使他惊异地倒是凭两位太太的体面漂亮 怎能屋里脏地下不去脚 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 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岁的小泥鬼交给了他 他没了办法 卖力气的事他都在行 他可是没抱过孩子 他双手托着这位小少爷 不使劲吧 怕滑溜下去 用力吧 又怕给伤了筋骨 他出了汗 他想把这个宝贝去交给张马 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 找到他 踢面就被他骂了一顿好的 洋宅用人 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 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 非把穷人的命要了 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 只有这个张马 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 唯一的原因是他敢破口救马 不论先生 哪管太太 招恼了他就是一顿 以杨先生的海事咒骂的毒辣 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 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琉璃 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 极致遇到张马的蛮汉 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商往来 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 所以颇能赏识他 把他收作了亲军 翔子生在北方的乡间 最忌讳随便骂戒 可是他不敢打张马 因为好汉不和女斗 也不愿还口 他只瞪了他一眼 张马不再出声了 仿佛看出点什么危险来 正在这个功夫 大太太喊翔子去接学生 他把泥娃娃 赶紧给二太太送了回去 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他 冲口而出地把他骂了个花瓜 大太太的意思本来也是不乐意 翔子替二太太抱孩子 听见二太太骂他 他也扯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骂 骂的也是他 翔子成了挨骂的腾牌 他急忙拉起车走出去 连生气似乎也忘了 因为他一向没见过这样的事 忽然遇到头上 他简直有点发晕 一劈劈地把孩子们都接回来 院中比市场还要热闹 三个妇女的骂声 一群孩子的哭声 好像大栅栏在散戏时那样乱 而且乱得莫名其妙 好在他还得去接杨先生 所以急忙地又跑出去 大街上的人喊马叫 似乎还比宅里的乱法好受一些 一直转转到十二点 翔子才找到叹口气的功夫 他不止于掘着身上疲乏 脑子里也老嗡嗡地想 杨家的老少确实已经都睡了 可是他耳朵里还似乎有先生与太太们的叫码 像三盘不同的留声机在他心中乱转 使他闹得慌 顾不得在想什么 他想睡觉 一进他那间小屋 他心中一凉 又不困了 一间门房 开了两个门 中间隔着一层木板 张妈住一边 她住一边 屋中没有灯 靠街的墙上有个二尺来宽的小窗户 恰好在一只街灯底下 给屋里一点亮 屋里又潮又臭 地上的图有个铜板后 靠墙放着份铺板 没有别的东西 他摸了摸床板 知道他要是把头放下 就得把脚蹬在墙上 把脚放平 就得绊坐起来 他不会睡圆宝式的觉 想了半天 他把铺板往鞋里拉好 这样两头对着五脚 他就可以把头放平 腿搭拉着点鲜姜就一眼 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 马马虎虎地铺好 躺下了 腿悬空 不惯 他睡不着 墙壁上眼 安慰自己 睡吧 明天还得早起呢 什么罪都受过 何必善忍不了这个 别看吃喝不好 活太累 也许时常打牌 请客 有饭局 咱们出来喂的是什么 翔子 还不是喂钱 只要多尽钱 什么也得受着 这样一想 他心中舒服了许多 闻了闻屋中 也不像先前那么臭了 慢慢地入了梦 迷迷糊糊地觉得有臭虫 可也没顾得去拿 过了两天 翔子的心已经凉到底 可是在第四天上 来了女客 张妈忙着摆牌桌 她的心 好像冻石了的小胡上 忽然来了一阵春风 太太们打起牌来 把孩子们就通通交给了仆人 张妈既是得伺候着烟茶手巾吧 那群小猴自然全归翔子捅下 她讨厌这群猴子 可是偷偷往屋中了 撂了一眼 大太太管着头儿钱 像是很认真的样子 她心里说 别看这个大娘们厉害 也许并不糊涂 知道成这种时候 给仆人们多弄三毛五毛的 她对猴子们特别地拿出耐心法 看在头儿前的面上 她得把这群猴崽子 当作少爷小姐看待 排局散了 太太叫她把客人送回家 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 所以得令鼓一辆车 翔子喊来一辆 大太太撩袍脱带的浑身找钱 预备着代付客人的车子 客人牵让了两句 大太太仿佛要拼命似的喊 你这是怎么了 老妹子 到了我这儿了 还没个车钱吗 老妹子 坐上了 她到这时候 才摸出来一毛钱 翔子看得清清楚楚 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 太太的手有点哆嗦 送完了课 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 翔子看了太太一眼 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 等张妈出了屋门 她拿出一毛钱来 拿去 别拿眼 紧扫搭着我 翔子的脸忽然死了 挺了挺腰 好像头要顶住房梁 一把抓起那张毛票 摔在太太的胖脸上 给我四天的工钱 紫马扎 太太说完这个 又看了翔子一眼 不言语了 把四天的工钱给了她 拉着铺盖缸一出街门 她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